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都知道明星很赚钱,为了形象人气关注度 在形象的保持上可谓很严格自律 的确,现今的娱乐圈颜值是首要条件 没了颜值,你要靠实力有一番作为会很吃力 华少是我们熟悉的主持人,外表形象都保持得很好 特别是主持了中国好声音之后,人气一直很高 今段时间他的体重一直在变化,胖到不仁直视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华少吗 这段时间他又经历了什么 还记得他以前就表示自己非常在意形象 经常去健身房健身 华少最近在参加星空演讲的时候 自爆长胖原因,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因为前段时间华少不小心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伤口 为遵循医生的建议,不能有大负荷的运动量 如果一旦拉持头皮,导致伤口撕裂 严重的话甚至会造成秃顶 于是他就按照医生的建议,减少运动量 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不过应酬他是免不了的 每次有应酬就得有吃喝 加上不能有大负荷运动量 其中这样就飙升了 最多一次晚上吃五顿,不胖才怪 搁谁这么吃其中不上去 华少也是非常爱美食 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强调过 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美食的诱惑 华少胖了也有不少网友调侃 面对这些,华少还自嘲 一个靠才华吃饭的人 现在靠肉体做空 不愧是名嘴 自嘲起来也是这么的得体 对此诸位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